我现在在内华达州的首府卡森市 我们可以看到活动现场的气氛非常热烈 很多民众站在道路两旁挥舞着旗帜 而过往的车辆对他们鸣笛致意 很多民众是当地居民 也有很多从外地赶来 比如说像Reno 他们有的人是一家五口 也有的和朋友一起过来 有白发苍苍的老人 也有几岁的孩子 手里拿着支持川普的标语 人群中很多人说 支持川普 希望川普再任期四年 并且希望美国能够再次伟大 我们知道内华达州也是川普和拜登 决战的六大关键州之一 这里有六张选举人票 而内华达州已经爆出很多 关于选举舞弊的问题 在内华达州里面有些选举的选举行 在选举的选举 他们也有找到选举的选举人 从死的人和其他资源 所以我们必须要看选举的选举 很多民众表示他们活了这么久 从来没有见过美国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对于这次选举舞弊的行为 必须要站出来说不 只有当这种舞弊的行为被阻止的时候 才能够保持美国继续的伟大 这是新台人记者金阿兰 在内华达州首府卡森的报道